LiO 晚安 大家好 我是鹹魚爸 利用禮拜六下午一點點時間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入手的 Apple Watch 3代 LTE 這一款呢 是在東京買的 我為什麼會在日本買 Apple Watch 我本來是想要透過朋友 在香港買Nike版本 但是香港沒有 臭巧我要去日本東京 我有一個朋友在我出發前提醒我說 你不是要去東京嗎?你要不要去東京看一看 東京搞不好就有你要的Nike版本 我Apple Watch 我上一支是二代 我已經把它賣掉了 那這是三代 那為什麼我要換三代? 其實我一直想要Apple Watch的 有那個氣壓的功能 氣壓高度計的功能 因為我們在跑步或者是你 你如果假設有去爬山的話 在舊版的第二代是 是沒辦法測量高度的 那第三代是可以的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第三代有LETE的版本 假設你出去跑步的話 你就不用帶手機 你就手錶 搭配耳機就可以了 那講到搭配耳機 我這次也入手是AirPods 其實我以前對AirPods這個造型 我覺得有點 有點稠 那再加上網路上很多人 酷手他 讓你心理上就會覺得好像 但那個東西有點醜 可是我這一次到東京去啊 我在現場看到 Apple Watch 同時也看到這個AirPods 我當下就決定我要買看看 因為很多人都說他不好 那 但是我在東京的街上看到很多人用AirPods 我在想他一定有他過人之處 否則不會那麼多人使用 那 使用之後我發現 他真的很好用 他真的很好用 他並不是以他的音質多棒多棒為訴求 而是他的連線 因為我們在使用 藍牙耳機都會有個狀況 就是你要經過配對 然後 經過配對連線使用 可是當你是多裝置要連線的時候 像我有一款那個Sony的降噪耳機 我在家裡面剪影片的時候用的 那我跟電腦連的時候 每次我要跟手機連 對不起我要再重新配對一次 否則那聲音就是過不去 可是我使用 AirPods 發現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用了 手錶 iPhone iMac 或者MacBook Pro 還有iPad 在這幾款裝置我的耳機呢 我想連拿就連拿 速度非常的快速 利用下午的時間我想要簡單的介紹一下 Apple Watch第三代Nike Edition 然後他的LTE版本 還有這AirPods 怎麼跟他應用 以及 我用了一陣子的 Bell King的 Volet Charger 6700的行動電源 為什麼要介紹這款呢 因為他有這個 他可以充 Apple Watch 我們時間先回到我在東京的時候Apple Apple Store裡面我買 Apple Watch 我還記得那天是到新宿 新宿新開的Apple Store 那一進去 東西好多 可是他那個地方 感覺又不像Apple獨立的大樓 他是在百貨公司樓下一樓 然後進去之後我第一個念頭是想說 我要怎麼講我要什麼東西 結果走著走著我就 問一下店員說有沒有人可以講中文 結果他就介紹了一位 Fumio 過來 幫我介紹 你從台灣 台灣 台灣 你講中文嗎 對啊 講中文 OK 你這個 那個怎麼講 Sera在台灣 現在快可以用 快可以用嗎 對對對 確定 因為我怕你買回去國人室 你怎麼會講中文 我住台灣住很久 喔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另外還有一個AirPods 好 AirPods 好 AirPods 那這個 我想想看 需要帶別的錶帶嗎 有什麼錶帶可以選 就是 你如果要買這種5800塊的錶帶的話可以換 看你需要嗎 他一開始就附送一個錶帶嘛 對對對 看你有需要別的錶帶嗎 然後 我選了Nike Edition 我指定我要用Nike Edition 然後那個電源他還 他還有點擔心我不能用 我還拿那個 我用iPhone上網查一下 我們國內的新聞說確定在5月份 LTE即將開放 所以就買了 那買了之後呢 我同時又買了 AirP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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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的原因 一來是覺得 一趟到這邊 只買一組Apple Watch 好像有點 可惜 可是 搬台iMac 我當時又沒有 沒有那個打算 那iPhone X我也有了 那我有問他有沒有那個HomePod 但是他沒有 所以可惜 不然我可能會搬HomePod回來 後來我就問他AirPods AirPods有 那AirPods的價差 將近有500塊錢 跟台幣 那我就買 其實買的當下我對AirPods 我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 我只想試試看說 人家說他音質不好 人家說他長得醜 那究竟 音質真的不好嗎 結果我 我還記得那天在商店街 在 那個 阿美恆丁的商店街 我老婆進去買 進去買藥妝 我就在門口開箱 就在門口開箱起來 那開箱立刻用我就發現 哇 很酷耶 因為 他的連線真的很方便 然後我竟然 沒有配 我記得我的 我當時的配對方式 我並沒有按後面的那個鍵 我是直接就 進到藍牙裡面 就搜尋 就找到他 其實這個方式 不見得對 我應該是要再 按那個電池 後面 我應該按電池的後面的這個鍵 他電池的後面有個按鍵 按下去之後 他就可以 可以連線 但是我當時是用藍牙方式去搜尋 但是也很快就搜尋上 使用了AirPods在那個 通勤過程 我發現還蠻方便的 然後不想用就收到收納盒 他又順便給充電 這讓我對他有點改觀 然後來回到 飯店之後 我當晚就在 飯店的 浴室 對 沒錯 在浴室裡面開箱 我們看一下我當時開箱的狀況 現在是 日本時間 10點29分 今天早上 去那個 新宿 新宿的Apple Store 買了這支 Apple Watch 3 LTE 那台灣LTE還沒有開始 應該說還沒有開始賣 但是預計是可以用 那很早就想要用 Nike 版的 Nike 版的 LTE 因為 我們出去跑步 帶一支手機 有時候你真的不想帶手機 聽音樂想上網 聯絡 甚至是講變話都沒有問題 不用再帶一支手機 跑個步回來可能不需要 他們現在來開箱 我買的是黑色 黑色的 LTE的版本 然後 因為我自己也開箱過Apple Watch 2 其實這個都一模一樣 東西 他今天買的時候那個店員 日本人 但是小時候出生在台灣 然後到15歲才到日本 叫Fuyuma Fuyuma的樣子 有點忘記 我跟他還拍那個360的照片 也錄了一小段影片 那你知道到Apple Store 那語言會通喔 你的購買力會加強 我本來只要買Apple Watch 後來又買了一支 AirPod AirPod下午 在買藥妝的時候 又閒的沒事把它開箱掉 打開來 DESIGNED FOR ARTHLIT BY APPLE AND NIKE 專門為運動員設計的 專門為運動員設計的 蘋果跟耐力聯盟 這個應該就說明書 我們這個 手錶 拆開了 跟我這個 其實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邊 但唯獨不一樣是這邊 錶罐的地方 他這裡有個點點 有個點點 好 那 直接來設定 啊這很貼心 這裡啊 這裡 這裡怕這 錶扣 去磨到 所以他這裡有貼起來 好 然後 下層呢 下層一樣 充電 充電線跟 那個小豆腐 就不管了 不管了 然後 直接來開箱 藏牙這顆 Kazia 然後打開Apple Watch的軟體 打開Apple Watch APP 我是希望能夠轉移啊 其實我沒試過 換手錶 怎麼換 OK 他出現一個功能叫做 配對新的Apple Watch 不管你有沒有 自己有沒有Apple Watch 他的方式就是 配對新的Apple Watch 你點下去 出現 出現一個很有趣的 像 QR Code 但是是 很像那種 星塵 星塵的那個 符號 然後你只要把 Apple Watch 放在這裡 這樣 掃它 好 以配對 從 備份回覆 我們從備份回覆就好 選一把Apple Watch 38 4月21 下午10點34分 OK 我從這支 備份回來 對 我從這個 最新的 最新這個備份回來 它開始 然後這邊 正在恢復 登錄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支有什麼不同 其實從 我本來還想買這個顏色的錶帶 但是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它只有白色跟灰色 然後呢 我又買了一個那個 Products RAID Products RAID的那個 那個錶帶 紅色的 那個比較特別 我買的那個 OK 分析不分析 共享設定 Apple Watch 要共享定位 OK 好 Apple Watch密碼 Apple Watch密碼 要密碼 對 好 OK了 OK很快 繼續 將信用卡 繼續 然後這是我目前裏面的卡 OK繼續都進來 五張卡 上後 繼續 正在同步 正在同步 常開機 好啦無痛升級 Apple Watch 新的 第三個卡 三代 那至於 怎麼打電話 老正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台灣還沒有 台灣還沒有開始 開始提供這個服務 等回去之後再查一下 基本入門 我們來看一下 它手錶顯示是什麼 基本入門 顯示器 OK Digicon 這個是 本來就會 轉動 壓下去 側邊按鈕 顯示Duck 按鈕叫Apple Pay 完成 I'll find my way out to where you're strong 就感覺 新舊應該沒什麼不同 就插帶可以打電話 還有就是它有高度計 第三代有高度計 所以在某些測量會比較準確 安裝完之後出現這個 這個狀態 它出現你的手錶已經 就去按下Digicon來開始 然後你們會好奇啊 兩支Apple Watch 會怎麼辦 在你的手錶裡面會出現 兩支 預設是你剛剛新的那一支 舊的 它作為鹹魚爸的Apple Watch 2 兩支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用新的 按下這個 長按 OK 哇 這樣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打電話的部分怎麼弄 OK 它多了一個電話功能 數字鍵盤 出現 然後你就可以打電話 09 撥電話 上一步 那這邊就會有常用的 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呢 不用解鎖 可是不好操作 我說還是拆下 然後 給按下去 你看它又要你打密碼 按下去之後 選這個 這個是最大的亮點 不一樣的地方 常用聯絡資訊 通話記錄 聯絡資訊 然後數字跟語音形象 通話記錄 通話記錄 它這邊會去 會去找你的 手機 抓你手機裡面的通話記錄 今天不是說買了這個嗎 Product rate 直接拆 你看 給它錄帶送兩條耶 你會發現 長的跟短的 我應該是短的就可以了 我手比較細 對 其實那裡面包裝裡面也有多一條 拆很簡單就這樣 應該從一邊 側滑出去 這裡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拆下 卡住 這邊 這裡有個按鈕 這裡有按鈕 按下去 拆下 紅色 這個 不過這個是 Nike的 Edition Nike Plus的 Edition 這個限量 就只有 Nike 的版本才有 上面有寫 好看了 看了剛剛我在浴室的開箱 其實 Apple Watch 的盒子 包裝 這麼大 這麼大 其實中間能夠 用的到的大概就是 手錶 對我這個手錶 我還買了 Prada's Ray 原因是因為 他原廠的顏色是 這個顏色 不是黑就是白啦 那白我覺得 很容易髒 所以我就用 我就 黑的我拔起來 我買了紅色的 另外他原本配的線 跟 這個小豆腐 我幾乎都沒用 我幾乎都沒用 為什麼 因為我嫌那個線 很長 我不想用 再來就是 其實我之前買Apple Watch的 第二代的時候 我買了一條短線 那條短線大概只有20公分 我放在家裡沒帶過 那個20公分 20公分 我在家裡 都用那個接在 插座上面 沖 那在日本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過程我沒有帶那條線去 我只帶這個去 那我們現在順便來看一下 這個 Bell King 他到底有什麼特別 他的包裝 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他一貫的風格 那質感很好 那這是 先創代理 先創代理 然後我們再打開 其實我已經開過 我會把它裝回去 因為為了拍這個影片 不然我事實上已經在日本用好幾天 他這個地方怕你拉不出來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 可以這樣拉 拉出來 可以這樣子拉出來 拉出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樣子 你把它拉開 拉開你的這個行動電源 就可以 這樣拿起來 就可以這樣拿起來 然後下面有 充電線 那 這線我暫時先放旁邊 我們看這個主體 他這邊用Micro USB 充電 對他充電 然後用USB 放電 那這裡有一個 Apple Watch的 充電的地方 那我在日本的那幾天 這個真的很方便 不管是我在那個 我們在吃下午茶的時候 我就把它擺在桌上 然後呢 手錶就這樣放上去 同時間 我現在放上去 他立刻就充電 我把它放上去 他就立刻就充電 所以呢 呃 我不用擔心 我的Apple Watch會不會沒電 那我晚上 因為我晚上睡覺 我都會帶Apple Watch睡 我晚上睡覺都會帶Apple Watch睡 原因是什麼 因為Apple Watch裡面有個軟體 應該也不說Apple Watch裡面有個軟體 是說iPhone有個軟體 叫做 Auto Sleep 這個軟體 這軟體非常好用 這是我 這幾年來用過最好用的睡眠紀錄軟體 他睡眠紀錄軟體 詳細 像我昨天睡 四個多小時 四個小時五十二分 四個小時五十二分 我昨天四點睡 那早上九點起來 四點睡九點起來 那我只要帶著Apple Watch 他就會記錄 然後早上起來 他就會在這邊上面看得到 然後這邊都會有他的分析 你每個都可以點進去 你的心率 平均心率 或者是你的 睡眠時間 或者是你 睡眠品質 那還有就是你平均的 睡眠的長度 是不是品質好 你都可以從這個App上看得到 所以我睡覺會帶Apple Watch 所以我的Apple Watch 不是在睡覺的時候充 我Apple Watch在什麼時候充 Apple Watch會在 我吃飯的時候 我洗澡的時候 反正我有空閒的時候 我認為不需要去記錄 不需要去做記錄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放上去 就放在這上面 充電 你還一放上去 他立刻就充 很方便 那同時呢 我還記得我在BIOS BIOS那時候有拍啊 就是 我的 同時充了 Apple Watch 同時充Apple Watch跟iPhone 充電中 一顆充兩顆 上百的充 那我晚上在剪輯影片的時候 在飯店剪輯影片的時候 我會把它放在 放在旁邊 充電 所以總是充的時候是 你不用擔心你Apple Watch沒電 Apple Watch充電又很快 基本上你大概充個 幾十分鐘 他的電就夠用一陣子 所以 人家說Apple Watch沒辦法撐一天 我用可以撐一天 但是我中間有時間我又會充電 所以 電對我來講 Apple Watch的電不是問題 那Apple Watch在 在日本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殺手級的應用 叫做西瓜卡 叫西瓜卡 水卡 那我在當地呢 我是 我是在我的Apple Watch的 這個App裡面 我設定它為 因為它是一個交通卡 Wallet跟Apple Pay Wallet跟Apple Pay 找到Wallet跟Apple Pay 那找到之後呢 你去看有個叫快速交通卡 因為那時候我設定了一個 水卡 那設定水卡的部分 我是從水卡App裡面 裡面去設過來的 那這個有興趣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很多人教你怎麼設定水卡 那快速交通卡設好之後呢 基本上你過閘口 哇超方便的 B就過去了 B就過去了 你根本不用拋皮加速 然後我本來還擔心Apple Watch 戴在左手 那閘口 感應在右邊 會不方便 就不會 靠近 OK 他還會自己伸起來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甚至你按都不用按 你就這樣子就過去 所以 我在日本的 買到Apple Watch第三代的 最早就體驗到就是Apple Watch第三代 在當地的好用程度 台灣是5月11號會開始銷售Apple Watch 但是我不知道目前 因為我是中華電信 我不知道中華電信在這方面 什麼時候可以開放 因為我目前看 看這個App裡面 在 行動網路 行動網路現在進去是 在行動網路目前是不支援Apple Watch 目前不支援 那你點下去 我現在點下去竟然他會撥800 好妙 欸800還通了 欸我們撥出來 歡迎您 客戶服務專輯您好 好客戶行動 中華電信您好 姓王很高 請問一下服務 你好 小姐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是不是即將要開放Apple Watch 可以用LTE服務 我們 要怎麼申請 是 那部分的 還是我們的 服務 你要做這個 One Number的一個 一個 一個服務 是 你本身除了Apple Watch之外 你有 這個Apple的一個 就是iPhone系列的手機嗎 有有我現在就 我現在有 我現在有手機跟 手機跟Apple Watch都有 都有的 然後因為我從Apple Watch的 App點進去 他竟然自動 幫我撥800 就連到你們客服來 對 好 順便來用這個 聲音有比較大 這是Parnier的擴音器 謝謝您好 嗨是 謝謝您好 幫我一直感激您 在現在等候 那現在等候 我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的這個 One Number的一個服務 那目前的話 它的適用的部分 就是 iPhone手機 它是你iPhone手機的網號做申請 那它在我們的這個 適用期間的部分 因為它有提供 就是手機 你設定費跟 前六個月免約付費 目前設定的話 在8月里之前 它都可以有 免費使用的一個動作 那等於就是說 您的手機跟手錶 會做一個聯動 那電話號碼的部分 都還是 你的手機門號 那其實說 你的手錶的部分的話 可以透過 你的手機門號 來做一個發送訊息 然後上網 以及做一些 整個 手機撥打電話的 一個 服務 這樣子 是 是 對 那這個服務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 11號的時候 才開始 所以如果說 你有 確定需要這個服務的話 就是11號過後的 如果再做申請 那我們目前有 需要的部分的話 iPhone手機 iPhone6以後的機型 並且要請您更新 到我們iOS的 11.3以上的版本 這都沒有問題 這都 目前都是最新的 現在就是 我現在只是想了解說 我到時候申請是 我要到門市 還是 線上就可以申請 都可以 跟線上客服 還有我們有提供網路申請的方式 喔 這樣子 那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是沒辦法申請 對不對 因為這個服務還沒有開始 它是11號的時候 所以說我們目前的話 線上 如果說需要我就是 跟用戶先做個介紹 那如果有需要 就是11號過後再申請 那到時候 我也可以打800進來申請嗎 服務的呢 沒有 你講得很仔細 謝謝你 謝謝你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話 都可以再跟我做聯絡喔 好的謝謝 謝謝 好 拜拜 好 偶然的情況之下 打進去 那我們剛剛也錄了一段 就是跟他對話 他們客服 蠻客氣的 蠻客氣的 不錯 對 所以我不會想換別家 那有些朋友說 要移出去移回來 我是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麻煩 欸 我剛剛試這個不錯吧 這個是 PARNER跟 我之前REX PLUS 是同家公司的 不錯 打電話用這個擴音很棒 好 所以呢 目前 目前在台灣 Apple Watch 第三代LTE 在5月11號會開始 開放銷售 同時可以申請 同時可以申請 那日本香港買了能不能有 我告訴你們 一定可以用 一定可以用 我已經買好了 我在等 所以你們 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同時 如果你剛好去日本 真的可以去日本買 日本 我記得我是買 我查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查 那很多朋友常常會問我說 鹹魚胖 你在日本買多少錢 我告訴你 因為日本 Apple Apple的產品 是供訂價 它沒有什麼折扣的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上網 查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只是說 我們不要再加稅 不需要再加8%的稅 那至於有些像 Big Camera 7%的折扣 那個沒有 Apple Watch 就是Apple全系列上 就是有8%的稅不用 可是光免稅換算 台幣 就比台灣便宜 OK 我是買這支 Apple Watch 3 那怎麼判斷你有沒有LTE LTE 這個點點有沒有 有紅點的 沒有紅點是只有GPS 有紅點的有LTE 我是這一個 然後價格我是買38的 我是買第3代 第3代Nike版本 然後有加行動網路的 是 45,800 那45,800你去算喔 45,800 45,800 算0.27 算0.28 算0.28 乘1.28 12824 那好像台灣現在賣12900 但是要注意一點啦 因為Apple Watch跟iPhone有一點類似 這類有通訊的東西你的保固是 原本購買地 所以我這個如果問題是要送回日本去修 不過還好 就當成 有機會假設可以去日本 順便去一趟去修也可以 剛剛是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Apple Watch 第3代 Nike Edition 然後LTE的版本 然後 我們台灣5月11號 會 開始銷售 同時中華店要5月11號 開放 你去申請1號多機 那我自己來做個結論好了 其實Apple Watch對我來講是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是 Apple產品裡面 最 生活化 最生活化應用的周邊 那除了手機 手機每天在用 可是手機你不可能拿去游泳 手機你不可能拿去運動 可是Apple Watch是很多場合都可以去 那 我覺得Apple Watch最棒的地方是 第一個運動 跑步、游泳 它防水 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睡眠 睡眠或autosleep 它睡眠的紀錄非常的強實 那甚至呢 你假設有體重機可以跟 Apple的 設備做連線 它有一個 Health Apple的Health 有一個Health的中心 它可以把很多資訊 匯整進去 那你在Apple Watch上面都看得到 那另外 另外就是 支付 行動支付 目前Apple Pay很方便 你用手錶按 這個按一下 就可以去感應 那如果你有 隨意卡、西瓜卡 在日本 那Apple Watch第三代 還真的是方便到不行 走過閘口 逼 就過去了 你也不用 你不用擔心你的左手右手 基本上它有一個距離 就直接可以過 很方便 然後 再來就是 平常常用的 計時的功能 計時的功能 甚至 接下來你如果LTE 你可以打電話 那目前中華電信 剛剛 我 從它 跟我對談的過程 大概知道 目前這方案 一號多機 然後 到八月前 可能都是免費的 你申請之後是免費的 它就是讓你用 反正 你可以 用用看 如果覺得好用 你忙的話就留了 如果 假設我用到後來 八月份 我發現我很少打電話 很少出去 出去用得到行動通訊的話 那就把它停掉 也還好 總是多一個嘗試 人生總是要多試 然後很多人有喜歡聽別人講自己不願意去試 那你永遠沒辦法得到那樣的經驗 剛剛除了講Apple Watch之外 也介紹這個 Bell King的6700毫安的行動電源 那它可以充Apple Watch 我是覺得很方便啦 出去旅行不用帶一條線 但是它這個比較適合什麼 比較適合那個 我們這種錶帶 這種錶帶 我立刻就充電 可是你如果是那種 一圈 剛的 硬硬的 你沒辦法這樣子放 那可能充電上會有點困難 所以你在選擇上面如果你是 像我這種錶帶 你就 可以考慮 尤其5月11號發售新版的 那個Apple Watch 你可能會找我要怎麼充電買線 因為你在買一段原廠線也要好幾百塊 那不如準備一顆這個 這個可以用一陣子 然後 AirPods AirPods 在 我們的刻板印象中 好像聽人家說 我以前都聽人家說 我聽人家說好像 很醜 聽人家說音質不好 聽人家說 太貴 但是我接觸那麼多耳機 很多耳機都比他貴 很多耳機都比他貴 這個台灣好像賣五千多塊 那我在日本換算起來好像不到五千 所以 你們如果到日本就買Apple Watch 可以考慮要不要帶個AirPods 那AirPods 我覺得方便的地方是 在 你如果用的都是 蘋果的手機 蘋果的電腦 蘋果的Watch 你用AirPods太方便了 因為你拿起來 戴起來 立刻連線喔 立刻連線喔 好立刻連線 沒有胡亂 立刻連線 沒有做什麼動作 他就連啦 那你如果Apple Watch 你想要聽音樂 點開 Play 對 他立刻 你看 手錶上面 他立刻連到耳機了 方便 方便 那不想聽音樂 不用切任何東西 拿下來就好 拿下來他就 音樂就停 那想知道 想知道他的電量 好 我的充電盒快沒電了 我充電盒剩17% 可是我的 我的耳機 100%喔 耳機是100% 充電盒快沒電 我再充一下 你看 很酷啊 打開 關起來 打開 關起來 很酷 所以我覺得 他的 他的 他的訴求絕對不是告訴你 他音質多棒多好 而是他方便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是使用Apple的朋友 Apple Watch AirPods iPhone MVP iMac 整套花不少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讓你 生活更方便的東西 那 賺錢就是要花 那如果 錢不夠 當然量力而為 如果錢不夠 就努力賺錢 如果你錢 錢 戶頭錢很多 但你都捨不得花 那也很可憐 錢要懂得怎麼花 好吧 以上是簡單的Apple Watch 第三代 Nike Plus Edition LTE版本的介紹 那台灣在5月11號會發售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 如果你剛好現在去日本 我覺得可以從日本買 從日本買比較便宜 然後立刻都有貨 不用跟他搶 那日本買的Apple Watch 第三代 LTE版本 台灣應該可以用 台灣應該可以用 沒有問題 好 以上簡單的介紹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你們對 產品有興趣 例如說對這個 Bail King 行動店有興趣 可以到粉絲團問我 那如果對Apple Watch 使用上 有問題 在我知道範圍內 也可以到 也可以到 粉絲團來問我 那我剛剛推薦了 像 MOTO SLEEP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 這個行動店員 或者是 AirPods 你們可以評估看看 我是覺得都很好用 那 希望這影片你們喜歡 然後可以 再下一個訂閱 按鈴鐺 那如果對我 平常介紹的東西 或者我的Vlog 有興趣的 記得 要訂閱 因為我要講重複 OK 沒關係 好 掰掰 謝謝